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我們都是 超級愛健康 Tommy 像我們家是兩個兒子 我就覺得教起來還滿方便的 就是同一套的方法 哥哥先用了再換弟弟對不對 可是像你們家是姐姐跟弟弟 那對這兩個人的對待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因為你們兩個男的 可以比照那個連鎖店的know how 對 沒錯 標準SOP SOP流程對不對 但在我們家不行 因為男生女生個性不同 男孩子就是比較放 女孩子比較縮 所以男孩子在爸爸的心裡面 都認為說 從小給他說嚴格訓練獨立 然後那個思考邏輯要成熟 譬如說我就訓練他說 你光是買一個玩具 買多了不好意思 你給我給我忍三十天 我才會答應你 喝個可樂 你一定要起碼喝過今天以後 給我忍個三四天之後 我才會再答應你喝下一次 那是你捨不得讓他花錢吧 對啦 對啦 黑白菜 男生女生怎麼教才對 男孩女孩的個性 想法不一樣 爸爸們到底如何 對症下藥 解決各種孩子的疑難雜症呢 不管是分離焦慮 好動過動 或是學習能力 男女寶寶都有不同的教養方法喔 我們今天請到了 小額客醫師黃松霖 藝術治療師秋寶慧 心理醫師李光輝 以及特別來賓洪百柔 余皓嵐 曾亞嵐 又來一起來討論喔 她當時有一個好處 就是她常常都會跟男生說 像她每天要出去工作的時候 她都會跟我兒子說 Kin Kat 爸爸要去上班囉 媽媽跟姐姐 就要交給你照顧囉 我覺得這種話 你就會覺得很感動 就會讓男生覺得 我有責任要照顧女生 對 然後譬如說 不只是媽媽在喔 那我都會告訴他說 Kin Kat你要知道 以後現在這個家 爸爸是大人 男人 所以我要照顧 家裡面所有的人 當我老了你是大人的時候 你一定要照顧家裡所有的人 而且你要對女人特別好 你不可以欺負她們 對 所以當她帶著姐姐呢 一起去皓嵐姐家玩的時候 好 那我就會交代她 要交代她照顧我 有 我跟她講 我說你要照顧姐姐喔 因為姐姐比較害羞 你要照顧她喔 你不可以跟人家在那邊發脾氣喔 我就把那個重生蛋 交給她身上 所以基本上男女沒有辦法 一視同仁嗎 沒有辦法耶 沒有辦法耶 我不知道耶 你看像你說我會訓練我兒子說 可樂過幾天才可以 那我女兒超級瘋狂愛吃綠豆蒜 就給她吃 然後裡面有珍珠有什麼對不對 那我都其實很擔心 會不會有這個防腐劑 那我就跟她講說 姐姐 這個吃多了不好 你能不能過幾天再吃 可是爸爸我真的好想吃 我現在還想再吃 好啊...那爸爸帶你去嘛 帶你完成 他們可以帶你嗎 他好多喔 這不一樣的糟糕 沒有那是偶一為之好不好 他有時候他脾氣不好的時候 他說不行 昨天不是才吃過 再等一個禮拜 對 那是沒有辦法 那有時候也會這樣 因為有時候亞蘭對我不好 我把氣發在你們身上 所以說他就對了 對... 好啦 但是這說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好像我們不曉得 傳統觀念留下來 對於男孩女孩 我們在教養教育的模式 好像就是會天生不太一樣 可是你知道嗎 像男生跟女生的發育 基本上各種速度程度 就是不一樣 就不一樣 像是女孩很小 可能聽力就開始發展了 男生長得這麼大 聽力還是不好 對... 所以很多交代的事情 都比不大 對... 他就是這邊進這邊去 沒錯 學校會用不同的方式 來對待 我們男人有這麼糟嗎 你們男人... 你們男人為什麼這麼糟 男人為什麼不出聲 對... 都沒有人才替你說點話 每一時都點頭了 對啊... 沒關係 我們在地平我們什麼 我們就出聲 OK... 但是沒關係 我們男人女人各有優缺點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為什麼男寶寶女寶寶 從出聲的時候呢 他是不是就有一些天生上的不同 對... 好不好...來 李醫師 因為來講的話 男寶寶或女寶寶 他的細胞總數目是一樣的 可是在某個程度上 這個細胞總數目一樣呢 調查顯示 女生的腰折率會比男生還低 所以最後呢 女生的存活率是比較高的 所以不管到最後怎麼樣 都是一比一的男生 生理上... 心理上 男生女生是應該是一樣的 只是女生最後的學習的動作 跟速度比男生的快而已 快很多 快很多 你這樣子講 感覺你好... 好像說我們男性是一種 弱勢的種族啊 沒關係... 那這個很重要的調查就是說 剛才我們有稍微看過 很多人對男生有不同的期待 所以你會養成這個男生的 這個教育的方式 所以我們常常想說 男寶寶女寶怎麼教 其實是父母親想怎麼教 想讓他變成什麼 他就變成什麼 這個是我們一般的概念 那如果換到另外一個國家 比如以色列這個國家 我們常會說這個男生喜歡玩槍 女生喜歡玩洋娃娃 可是以色列不管男幼童或女幼童 都是玩槍 因為他們長大都要扶兵 所以... 所以女生對... 所謂洋娃娃還比較沒有概念 所以以色列的女生 也有八塊腹肌就對了 說實在... 對... 加起來... 胸肌加腹肌 好恐怖喔 應該胸肌比男生多了 就是說怎麼教其實父母親 去怎麼看到你的男生 跟女生的寶寶 就比如說像你對KanKan的要求 就是可能也許他要很體貼 對不對 對不對 要很貼心 這可能是一個重點 而且我都一直教育他說 你一定要會存錢 將來要買房子給爸爸 買房子給爸爸 他要教在這裡 他才計算 對 不是... 根深蒂固 所以以後他再睡著 長大睡著就莫名其妙 從天外就有一個聲音 要買房子給爸爸 我兒子簡直真的就是遺傳他 翻版嗎 你知道他多誇張 最近他掉了一顆牙 然後他就聽人家說 我不知道他哪裡聽的 他說媽媽 有人告訴我說 我掉的牙齒放在枕頭下面 他就會 我說 長錢 怎麼可能 我說KanKan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你要去工作才會賺錢 對 才會有錢 他說沒有 如果我放在裡面 變很多錢了 你不可以 送給什麼 對 封掉 然後我一直幫他說 不可能 然後他就真的心智勃勃 拿去放在他的床底下 然後他又很不放心的 跑回來跟我說 媽媽 我再問你一次 如果我的牙齒真的長錢了 你會罵我嗎 我都看我愛錢 他真的愛錢 愛到這種程度 真的 遺傳他 真的 我相信遺傳真的是 可是那譬如說 你對於女兒跟兒子 會有什麼分別 不同的期望嗎 真的 我覺得我的期望都是一樣的 因為他都希望 將來把 我每天都跟他們兩個說 Kent Ken 因為姊姊是不可能 因為姊姊太害羞 然後我都跟Ken說 Ken Ken加油 媽媽相信妳以後 一定可以變小豬哥哥的 我要躺著吃 躺著喝 躺著睡 躺著拉 然後他就說 躺著拉 然後我讓妳就別躺 不要躺著 對 我就跟她 躺著拉也不讓 妳躺著拉 我還要找用人來揍護妳 很累 然後我還會跟他說 加油 Jimmy 不是 那妳從內心真的發自內心 妳對女兒跟兒子的要求 嚴格度有不一樣嗎 我覺得我會比較 對弟弟好一點 對女兒比較兇對不對 我不知道 對女兒超兇好不好 我也覺得真的 真的嗎 真的嗎 女兒是滿來疼的 我非常能夠理解他 原因只是為了要平衡 對 為什麼 什麼意思 因為你們對女兒太好了 對 真的嗎 因為爸爸很疼女兒 對 你知道 比如說東西 比如說姐姐吃東西 我女兒吃東西都是這樣 然後就掉滿地 我就會說姐姐妳是女生 妳不可以這樣子 自己撿起來 沒錯啊 然後我老公說 等一下再 妳再掃一掃就好了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他吃東西我要掃 不是 我不是說妳掃 不是 我不是說妳掃 不是 我不是說 我說他在解釋 在解釋 在解釋 法官大人是這樣子 對 請說 請陳述 是 因為他是這樣 在吃的過程當中 他就開始掉了對不對 那因為家裡的那位賤內 他從過程當中就受不了 是不是 那受不了 結果的時候他邊吃邊撿 那我的意思是說 那等一下 全部吃完了 對 一次叫女兒再親就好了 但是那一位賤內 他受不了 這樣我有罪嗎 最後 有罪 我這是教他禮儀 因為最後 我就拿一個盤子 我就說 女生吃東西 就是要有女生的樣 對 而且我女生有一個壞 我女兒有一個壞習慣 她吃東西都這樣 很大聲 對 我真的受不了 連我都受不了 她選誰 我不知道 你們兩個到底有哪個 是學浩然還是我 是學浩然還是我 然後我覺得 沙明哥對我兒子也很好 對 他對兒子也很好 對 浩然姐對我兒子更好 他每次都說 KeyKey 你要抱抱我 我每次都跟我兒子這樣講 因為他也想搖錢樹 到分眼前跟他 所以意思就是說 回到剛的點 如果你們媽媽們 認為說這個爸爸對於兒子 對女兒比較好 你們反而就會變成 對女兒稍微的嚴格跟雄女 會 會 一定會 上頭的媽媽們 會嗎 因為他自然而然就很嬌 對 他很多時候爸爸在家說 他就整個人 就好像很拽這樣 對 因為他覺得沒有人 可以拿他怎麼樣 你們家有這樣的例子 有 就比如說他爸爸 我其實是一視同人 因為都我生的 我怎麼可能會有不一樣 真的 你確定嗎 真的嗎 真的 但是都是因為爸爸先傳禍 我要收拾善後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就對女兒 會比較兇 比較嚴厲 因為我會讓他知道 你爸爸對你那樣 是不正常的 對 不正常 我要讓他知道說 你到外面 當然別人對你 不是這樣的時候 我怕他會有點受不了 他譬如做什麼事情 爸爸會特別的大盡小子 好 譬如說同樣都是 他爸爸的觀念是 都不要哭 但是對哥哥的想法就是 你是男生 你哭什麼哭 你爬起來 就插一插就好了 所以他永遠對兒子說 爬起來 那妹妹跌倒 他是 不要哭 爸爸會心疼 不要哭了 爸爸看太多 不要哭了 那差很多啊 為什麼對兒子就是 哭什麼哭 站起來 拍拍就好了 因為他是男生 對 女兒就是 爸爸會心疼 趕快讓爸爸看一下 趕快插藥 什麼鬼啊 那麼一點點 還要拿冰敷帶 那因為這樣子 那所以你對於 同樣跌倒的事情 你在兩個孩子身上 你的態度也不一樣 都爬起來就好了 沒事就好了 我覺得他這個舉例還好耶 我們家老公更誇張耶 兒子上學 譬如說不小心睡過頭 前一天唸書唸很晚 結果一醒來完了 已經快要上第一節課了 他就說 爸比已經快上第一節課 我可以給第一節課請假 他爸就說 好有威嚴喔 對 然後女兒有一天下大雨 爸爸送女兒 他就一路上去跟我說 都下雨就不用上學了 你下那麼大 他孩子就是應該要開心的在家 跟爸媽相處 為什麼這麼大的雨 還要讓他們上學 讓他們生活在那一種恐懼 這樣子壓力這樣 恐懼 感覺在中平的心裡 那場雨阻斷了家庭的和樂 對 他沿路送女兒去 一直在罵 為什麼下雨要上學 哇 你看差別多大 OK 所以這個 剛剛講到是對男性女性 疼愛面的問題 那如果我回到了期望面 期許 期許面的話 譬如說我舉個例 譬如說對兒子 會不會認為說 將來你就要變成 比如郭台銘 王永慶 小豬 那女兒沒關係 始終要嫁人的 你開心就好 會不會有這樣子的落差呢 來 雅蘭 一開始是真的很希望 他可以變蔡林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學跳舞 然後學唱歌 可是他真的沒辦法 他連看到人 他都是低頭的 所以後來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覺得女人一輩子 還是要嫁一個好老公 所以我就嫁了一個好老公 所以我就希望 好女性嫁一個好老公 所以我就希望 我女性嫁一個好老公 我希望他可以要求什麼 他在這裡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只有在外面會這樣講 他只有在外面會這樣講 有 他剛會吐人 你也吐人 對 我也吐人 有沒有有 然後呢 所以我就希望他可以嫁一個好老公 我覺得這樣子 我就當媽媽的 我就會比較放心 那對兒子咧 對兒子 我還是希望他可以賺大錢 所以這也比較嚴格嘛 期許高一點 對 因為我覺得他是男生 男生就要肩膀 要肩膀給女生靠 靠然呢 我覺得一定會耶 像我兒子從小 我就會希望他 因為我覺得男孩子就是要 對數字金錢觀很有概念 他將來才能夠 有很好的視野 對 那女兒從小數學 就不是很好嘛 所以我常常跟他說 那你去賣菜好了 數學不好賣 差不多就要買143百 對 對 你這麼亂見 聽我講完 我跟他說 你去賣菜好了 然後我女兒就很難過 然後我接著又跟他說 你不能賣菜 你會找錯錢 那媽媽還是幫你找一個 好人家嫁好了 也是一樣 所以從小 你就會想說 女兒將來就是只要能夠 嫁到老公有錢 對 對她又很好 然後公婆又不在 有在找的 怎麼會這樣嗎 沒有 沒有 都是住國 所有的媽媽都一樣 後來 現在已經沒什麼眷村了 公婆在很遠的國外 對 然後留了很多錢 女兒又不用做家事 對 好快的公主 好快 所以好像對女孩子 不管她再怎麼樣 沒有功成名就的機會 你們都會把她 視為嫁給好人家 就是一個完美的Ending 但那就最難的地方 所以現在讓她 叮嚀她要書念好 什麼要好 只是希望她能夠嫁人 嫁給好人家 所以皓然 那對兒子呢 兒子的話從小 其實我是還一視同仁 我只會被她嚴厲一點 但爸爸就不一樣了 你知道爸爸對她嚴厲到 我兒子看到蟑螂叫 爸爸都會很生氣 他覺得說你是一個男生 你將來要保護你的老婆 你要做更大的事業 你怎麼可以看到 一隻蟑螂這麼害怕呢 你也會 你也會 我怕蟑螂 蟑螂看到蟑螂 又來 又來 怎麼會 真的假的 你是一個男人 你太誇張 會有這樣的動作嗎 我是這樣子 不是 而且她還跳到床上去 她說要來 快點 拿拖鞋打她 我說拿什麼拖鞋 我腳一踩就 這當然會飛 好可怕喔 對啊 對 所以我覺得 教養一定會不一樣 尤其是父親 對孩子的那個 期望會更大 那百榮呢 我本來以剛剛開始也認為 我的小孩會像 妳們怎麼對我這種夢啊 對 我就是 她生出來的時候 我就一直說 妳要變王力鴻 對 妳要變王力鴻 可是後來聽完她唱歌以後 我想說 我要再找另外一個幕 現在就是 還沒有找到 現在也先改變到 還沒有找到她的專長 但是我覺得她樹裡不錯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她就自然發展 那其實我也是一視同仁 我基本上男生女生 女生我也是覺得 以後嫁給好人家 先生只要疼她 我覺得那她就是叫做幸福了 對我來講女孩子 要有點錢 不要吃苦 對 這樣我覺得 這就已經還符合幸福了 那我是一視同仁 可是又碰到先生 就是整個就壞事啊 因為她的教養方式 讓我很擔心我女兒 為什麼 因為她那種很嬌的個性 男孩子可能已經會嚇到 就會跑掉了 像譬如說 她跟哥哥兩個人 然後就輪流 那哥哥也就是男孩子 就會忍不住 妹妹玩的時候 她就手就會忍不住去戳一下 因為她覺得妹妹太慢了 她就戳一下 妹妹是 就立刻反彈了 這樣子 這時候達明怎麼辦 不會處罰嗎 然後我就會整個大狗公 然後我罵妹妹 妹妹就會哭 那那時候達明就說 為什麼要罵到她哭成這樣子呢 你就跟她講就好了 我說我已經講了大概一百次了 但是因為她知道家裡頭有個人 給她靠 然後她哥哥就是 從小也被關注觀念就是 你要對妹妹好 你要讓妹妹 你要什麼事情就是 要讓著妹妹 然後所以每次她哥被打了以後 她最多她就會 好痛喔 就這樣 就沒了 我就有時候覺得 你怎麼會打這個 連我都會發發的 我都會氣說 你就這樣讓她打 就打得打好玩的嗎 我都會氣 她如果打回去妹妹呢 那她會怎樣 爸爸就... 爸爸就... 爸爸會生氣吧 不行嗎 所以她知道 所以她從小就有一個觀念 我要忍受這樣子 所以喔 這個我不曉得喔 邱醫師請問一下 父母如果在教育小孩上面 會不會因為我們教育或教養的態度 觀念不太一樣 而影響到孩子未來的一種成就 會不會 邱老師 基本上我們應該是說 教養的態度 的確是會影響到 就是說我們對於孩子的那個 未來的期待 因為我去上幼稚園的時候 因為我三歲我第一胎兩歲 對 所以我爸呢 就是在我要去上幼稚園的第一天 他就同意 他就提醒我說 如果有人打我一拳 我要打他一拳回來 他說可是那如果有人 打你弟弟的時候怎麼辦 然後我爸就說 如果有人打你弟弟一拳的時候 那你要幫他揍兩拳回來 那這件事情後來的影響是什麼呢 我才學到二十幾歲 你啊 你自己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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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成功 你自己成功 怕五拳 性別他不會決定未來 可是應該是說 如果我們用 刻板印象去教導他的話 才會是影響他的未來 因為你會局限住 也許可能你們家的可能是姐姐 他可能也許對於很多事情 他本來還是很有企圖心的 我們可能教導他說 你也要比較是 你有機會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爭取 對 那他也許他就會在他 平常他未來的選擇上面 他可能就相對得到 比較多的機會 可是你是因為你沒小孩 我兒子一天都還喜歡粉紅色 然後一天都還喜歡 你不能接受嗎 什麼卡通都是什麼少女 然後去那個遊樂園 光之美少女 對 然後去那個遊樂園 他那天真的突然拿了一個 他第一次看到的 芭比娃娃 然後就拿在手上 說媽媽你看我拿 他很開心 開心啊 興奮 娃娃啊 是他想當他還是他 喜歡女生 對 人家還是問我說 是喜歡還是認同 對 如果喜歡女生OK啊 那如果認同的話 就會有點擔心啊 你就會緊張了 對啊 那你會刻意的支持嗎 我會語氣和緩來說 你為什麼每次都喜歡粉紅色 換別的顏色啦 但是內心已經一拔 然後 然後拿那個芭比娃娃 你拿芭比娃娃 好 然後我就趕快離開現場 不想再看下去 真的 所以好像我們真的會用 會用 因為他的一個 興趣的發展 會擔心耶 他的性別取向來限制 還是會啊 我兒子以前 我女兒在玩 然後我兒子說 我也愛玩 巴比娃娃娃 然後兩個就一起玩 然後就開始角色扮演 都是女生 然後我老婆就說 男生不能玩 巴比娃娃 你剛剛還講 對 然後我女兒在擦指甲油 然後我兒子說 我也要 我也要 他說男生沒有人 在擦指甲油 你看爸爸多MAN啊 都沒有指甲油 可能是幾歲的小孩 會這樣好奇 但是可能到了幾歲 就真的要讓他知道 性別的差異嗎 對 應該是說 這個部分 有一些它是先天的影響 對 他也許不是後天教的態度 那就沒有辦法 但是有一個部分應該是說 我們剛剛在講到的 有一些特質 其實倒不是說男女有別 應該是比較 是個性上面的優勢 或者是他比較弱勢的地方 就是說這兩年的時候 歐洲他們有成立一些學校 是提倡 性別平等的教育 那怎麼叫性別平等的教育呢 他們就是有一些 他們覺得說 刻板印象的玩具 或者是書籍 他們就不在學校裡面 刻意地去提供 譬如說哪一些 像故事書裡面的 睡美人啊 白雪公主啊 就是像這種 就是女生要等著男生 來拯救的這種的 刻板印象的書籍 他們就盡量不要在裡面提供 他們不要去強化說就是 譬如說女生就是要被保護 然後男生就是可能 就是要比較是 攻擊性比較高的 對 所以可能是在這個部分 如果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也許男生也可以同時 學到女生的優點 對 可是男生 也許他也就可以觀察到說 為什麼女生 比較就是說 女生的特質 對 比較好的特質 先把既定傳統印象 先放下一下 好不好 我們來學一下 到底我們應該 對於男生女生 我們應該抱著什麼 正確的觀念來教養 好不好 來 黃醫師 我們先要拿這個板子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男孩女孩 其實在發育上 本來就有差異 那我剛剛其實聽大家討論 我覺得我們台灣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我們的男女 對兒童孩子的教育 男女平權是只有一半 就是女生呢 去跨界到過去傳統 男生玩的遊戲 是OK的 女生打跆拳道 控制道 OK 可是男生要跨足到 女生那個比較交柔 或拿把筆劑 是不OK的 其實他不要害怕 因為我覺得 我想大家的很多 家長的擔心點是說 那我的兒子 將來會變得很柔弱 會變成沒有這種男性的氣概 其實很多研究都告訴我們說 這種兒童時期 他們這種無性的這種年齡 你去用這種外在的玩具 是不會影響他的 將來的自我認同 性別的認同 其實各位媽媽 都還算是很成熟 就是你們對孩子的態度 尤其男女孩 你還是著重在情緒 在這個行為上 而不是在學習 APC 123 這種東西上 因為如果在這種東西上 你們就會很明顯 發現一些男孩跟女孩 不同的地方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 腦部的成熟度 如果說今天你們有男孩女孩 然後你們就會開始回想 他們第一次會講話的時候 或是第一次會唱ABCD的歌 或第一次會認123 你會發現很多家長都會回想 他的女兒會比較早 然後他的兒子比較晚 所以你想想看 同樣的孩子 男生女生放在學校裡面 那就糟糕了 那個高下立判 那老師很有可能不自主的 就會對女孩子讚賞比較多 有差別這樣很明顯嗎 男生女生有 像我女兒跟我兒子 在小一的時候 因為我兒子今年要唸小一 兩個的語言成熟度 真的差很多 像我女兒他講話句子就會很溜 可是我兒子已經小一了 他還跟我說 媽媽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今天喔 我今天在學校 然後我說怎麼了 你可不可以講快一點 然後我就說 他就說 然後他又不斷地吞口水 然後他說 我的同學 我同學 我說你同學怎樣 他說 給我兩顆糖果 就在這一次 不錯 你講很久 可是我女兒在這個時期 她可以直接說 媽媽 我同學已經給我兩顆糖果 很快她就可以講完 但我女兒現在才四歲 她已經可以很完整地 在格子裡面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然後是一排一排一排寫得非常工整 而且都在框框內 可是我兒子現在要上小一 他那個數字 有時候一在這二飛到那裡去 然後三這樣這樣這樣 對 差兩歲耶 可是女兒已經非常工整地寫 有點問題想說 是不是就是因為女孩子比較快 語言能力比較快 所以就同樣年齡 我罵我女兒 她可以回十字 你想到她那個 真的 你舉個例子 她兒子 譬如說我說韓菲 你為什麼東西不收 她就開始跟我說 媽媽 我跟你講 我們老師有說過 你不能因為大人的情緒這樣罵我 你如果用大人情緒這樣罵我的話 我是可以打一一三的 我們老師講 她就可以講一堆 然後哥哥你可能跟他說 韓菲你為什麼不收東西 他就說 好 我等一下會收 就這樣子 所以因為女孩子比較快 所以你在講她指責她的時候 她可以馬上的講出一連串 頭腦轉很快 學習比較快 男女真的會有別 所以歐洲有些實驗性學校 她雖然是男女同校 可是她不會讓男女同班 不怕造成男生的自贈性的影響 程度的差異 這樣子 康醫師 在這個教養上面 如果是光這一點 父母分別注意什麼 第一個就是你這個男生 如果你發現她跟同才之間 尤其是女生 她的反應遠不及 她同年齡女孩的話 你可以考慮讓這個孩子晚一點 再去學校 晚一年 免得說她在學習的一起步 就被人家打槍 一起步就被人家通通都贏她 然後她是最後一名 太早進去 讓她對學習失去信心 對學校失去興趣 將來這才是這個很不好的後果 再來第二點 第二個就是 男生相對比較過動 女生相對比較安靜 我想不是每一個 但是大部分家庭都有這種感受 對 那這個過動的男生 就會有很多的 這個讓你抓狂的時候 可能說闖過 或者是你要跟他親子共讀 才練第一頁她就跑 真的 對 這個情況快很多吧 有 從在外面逛街的時候 你就一轉眼男生就不見了 對 然後不然他就去搬人家的東西 拿上拿 爬上爬下 女孩子不會 她自己還拎個小包包 還跟著你 然後還會很優雅地跟著你逛街 因為她知道她自己是女神 男生就完全 你只要一秒鐘不注意 就闖禍 就不見了 我們家是寫字就很明顯 我女兒可以很耐心地 她把一整篇寫完 然後我教我兒子寫個 寫到分 她就說 我不寫了 好累喔 我手好痠喔 我真的很累 我現在受不了了 然後我坐不住了 坐不住了 然後她看媽媽那個脾氣快發脏 OK 那個坐好好不好 才一夜都沒有念完 什麼天天天 然後我兒子比較脾 臉皮比較厚 最近迷上夜溫的電影 台詞都會背腰 他就 氣死 他把台詞拿出來回應 很商量 然後我說 你到底要欠還是笑 但他是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對不對 這是天性 對 主要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對於學習 對於學業 將來是非常重視的 除非我們能夠打破這個框架 這個男孩子 他在學習上 我們都不理他 那他如果就視性而發展 然後將來就當個獵人 你覺得OK的話 那當然是沒有 台灣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打獵 不OK啊 對 然後獵山豬 所以講一個這麼稀有的行業 你先把說一個台詞 那會被楊淑君 會被動員 成是獵人 不過 既然學習上 對孩子這麼重要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 像我們之前常常在討論 在學習過動的孩子身上 我們說第一個先讓他動個狗 然後再來學習 或是他學習的時間 是可以切割的比較短的 短的時間 中間會有一些動作的一些活動 讓他去把他的注意力轉移掉 寫字 可能女生他可以持續在桌上 寫個15分鐘不停 然後再休息 男生可能就是7分鐘 10分鐘就讓他休息 對 曾經這樣過 可能我女兒就會覺得不公平 對 為什麼弟弟可以我不行 你可以在7分鐘當中 讓弟弟幫忙去倒垃圾整理家庭 做別的事情 對 做別的事情 讓姐姐說 你看弟弟她是很辛苦的幫忙嗎 就整理家 不是休息 在那翹二郎會 不是在那邊 閒得沒事的玩玩具 發你之後讓他看電視打玩具 打電動他覺得 這樣就不公平 空檔時間安排非常重要 對 你這個建議真的是太優秀 那如果我女兒說 沒有想到男孩子還可以當台傭 你看 那如果我女兒說 可是我也很喜歡住家室 那就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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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不要寫 而且會在學習的時候 其實兩個東西還是可以一起學 好 第三點 第三點就是 男生其實是比較容易分離焦慮 對 女生的情緒相對反而是比較穩定 這個跟我們大部分的想法是不一樣 對 你講女生比較穩定 你會每一個人都說 對 沒錯 那廢話 比較穩定 我們很不穩定嗎 我們很不穩定嗎 焦慮 對 我們很焦慮 真的嗎 像我們每次要出門上班 你知道嗎 那邊鬼吼鬼叫都是男的 男生 他一定會說 媽媽妳要去多久 對 媽媽妳什麼時候回來 媽媽妳會叫我睡覺前回來嗎 媽媽妳就會問好幾個問題 然後就會看到妹妹坐在那裡 比她小兩歲 但 媽媽就只是去上班而已 然後再過兩點鐘 因為她不會講兩個小時 再過兩點鐘 她就回來 很膽 就會這樣 然後永遠妳上班到一半 會打電話來問說 媽媽妳要回來了沒 都是兒子 像我兒子我就焦慮到 小時候一直覺得有人在跟蹤她 真的啊 妳問亞蘭 什麼時候 就是很小的時候啊 就是有時候我會帶她去上學 那有幾次沒帶 她就懷疑跟我說 媽咪 今天有人跟蹤我 我說然後呢 我跟你講 我就走到前面那一對爸爸媽媽中間 假裝是他們的孩子 聰明 然後她反聰明 然後去擺 可是就沒有啊 然後去擺貨公 我原本以為有人跟蹤她 後來我們有一次去擺貨公 她就跟我說 媽媽 那個爸爸一直在看我 她像是在幻想 對 她是 她就會焦慮 她覺得好像 因為大人有時候會跟她講說 外面壞人很多 她就覺得像前陣子就說 她焦慮得才誇張好不好 暑假要讓她去遊學 你知道嗎 然後妳知道她兒子多誇張 她說 韓靜 媽媽暑假讓妳去日本遊學 然後妳知道 去英國 去英國遊學 然後韓靜就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一定要去遊學 她的態度就是很緊張 她說為什麼 然後媽媽說為什麼妳要這麼緊張 她說 妳為什麼要讓我出國 我告訴妳 讀書不一定要出國 妳不知道 之前那個日本的新聞 被殺 被殺 對 很緊張 被殺 我也有可能會被殺 我不去 為什麼 好多 上個月才發生 我就說 妳要不要去英國遊學 她之前那兩個日本女生 被殺掉的事情 她就覺得說 一個人出國去念書 是很危險 對 我就跟她說要不要去遊學 她就跟我說 不要 會被殺掉 完全感了 而且她一講 她說為什麼 她是很激動 妹妹就一直在想 一直說 我現在長大幾歲的時候 我想要去日本 想要去那邊念書 她反而會自己規劃了 比較獨立 男生反而比較焦慮 所以黃醫師 在妳的鑑定之下 他們的分離焦慮 還是焦慮也是包括在內 大部分是分離焦慮 因為那個男生 他對於那個媽媽 尤其小男孩 他對媽媽那種依附感 是比較強的 那其實 這個讓我們在教養上 真的要特別小心 因為大部分 剛剛我們分享的 所有的爸爸對於男生 表現出這種分離焦慮 這種陣頭 對 一個男生 黏媽媽黏那麼緊 是怎麼回事 然後哭哭啼啼 可能就會給他二次的傷害 所以大家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你們就心裡比較淡定 當一個男孩 在哭哭啼啼的時候 你就分離焦慮 然後長大以後 你就是給他足夠的安慰 足夠的安定感 其實長大以後 他才比較不會 這麼多的情緒上 沒有被滿足 但是我今天講 剛剛講的是男生 那女生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他比較淡定 所以當他焦慮的時候 他不是用外在這種 哭哭鬧鬧的表現 他有的時候 就是開始咬指甲 吃手 真的 或者是摳 摳手 很多女生 是這樣子來找醫生 好難得 女兒那個摳得是嚴重的 摳到旁邊都流血 對 而且我都威脅他 真的還會 然後他只要一有 他隨時隨地都在撕 那我就發現 他好像有一點 不安的感覺 他撕到旁邊都流血了 然後我有一陣子 我有一陣子 我都晚安睡覺 預防他會撕 我都拿那個OK棒 幫他黏起來 不讓他撕 應該是 中平哥應該多給女兒一些關懷 爸爸 為什麼是爸爸 因為這個時候感覺上 譬如方說 我會判斷 等一下兩位老師也可以補充 一個就是他 女兒會覺得說 可能我在競爭 我在競爭 爸爸對媽媽的愛 他會這樣感覺 所以戀母情節是對男生來講 可是戀父情節是對女生來講 那如果他覺得 爸爸對我愛沒有那麼多 媽媽把分享掉了 媽媽又不太愛我 你對女兒就比較兇 一樣道理 對 對女兒比較兇 他現在是孤立的 我覺得這時候唯一的動作 不是你來教導這個女兒 而是讓中平多陪陪你女兒 講出來這些東西 那他會覺得說 這個溫暖以後還是爸爸 爸爸對我愛的比較多 Horley的說的 大概從三歲到四點五歲 到五歲東天 是我們叫性累期 就是兩性的分別的時候 那這時候他會開始知道 我是男生還是女生 那開始會喜歡所謂的異性 對 開始對異性有好奇 那這時候他會把 爸爸媽媽區別出來 之前只知道父母 其實不曉得誰是男生女生 可是之後他會知道 誰對我怎麼樣 那而且在過程當中 他會知道說 原來媽媽會比較喜歡 他不喜歡我 他在過程他自己會有 聞出那個味道 過到天性死然 認為媽媽就是不喜歡我 就喜歡弟弟 他會有這叫同才競爭的 這樣一個一個 一個鍍鏡心在 那不管如何 他如果只要他覺得 他自己是被孤單在這家庭裡面 爸爸很忙 每天晚上很晚回家 他自己都比較放鬆地 但他自然覺得 他心中是不平衡的 你覺得一個人在這樣 他不咬指甲才怪 不拔頭髮才怪 那種習慣會遺傳嗎 遺傳 因為後來姐也是這樣 因為他自己也一直播 然後跟指甲一直到高中畢業 進演藝圈才有 我高中畢業之前 都是沒有 他自己一直播 然後跟韓飛說 韓飛 你不能再播了 然後自己一直播 因為我覺得一直播 真的 我跟他出去的時候 我們兩個在吃飯 然後我就一直在撕 撕了 然後看我女兒也在撕 然後我就想說 不行 我現在要罵他對不對 我就先放下說 韓飛不可以撕 然後我女兒不撕了之後 我在 不是 那你個人 會這樣撕的原因是 回想小時候 小時候這樣 你爸爸有沒有曾經 譬如說對你怎麼樣的安撫 或者什麼 還是缺乏 小時候爸爸對我很嚴厲 因為我們家三個女兒 我爸爸都是老師 所以是不是因為 他從小對我們很嚴厲 所以造成我們那個壓力 有可能 沒有辦法發洩 或是一個出口 因為爸爸媽媽都是老師 我連看電影都一直撕 我老公都說 你很緊張嗎 所以是不是 如果我們對於 比如說爸爸對於女兒 相較於媽媽媽對於兒子 如果在他們孩子小時候 我們沒有給予他一個安全感 長大 這個是一個後遺症嗎 有可能 對 有可能 而且是非常大的後遺症 非常大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在對家庭裡面 最好那個平等 一定要有 不管對男生女生 爸爸媽媽態度 應該都要一視同仁 可是我們先天下 就不會一視同仁 我們剛私下有問過 三位美麗的媽媽 他們期望第一胎也是男生 對 心理上就有些 所以當然你生下來之後 他不是你期望 或他可能下一個 才是你期望 你自然會有不平等的人 這個天性死來 女生會喜歡照顧男寶寶 丈夫會喜歡照顧女寶寶 這天性死來 每種不一樣 如果讓兩性比較少焦慮的話 盡量對待子女 家中不管男生女生 或男寶寶女寶寶 都是一律平等的看待 所以本來我們最後的 我本來有個結論想講 其實未來的CEO 他們說過 未來領導世界的領導人 這個CEO 其實他們是要同時具備 男性跟女性的特質 這才是好的領導人 OK 好 接下來 下一個不能造成無法一視同仁的原因 就是因為男生 小男生 常常衝動行為 不經過大腦 什麼意思 所以當在學校的時候 他會去搶人家東西 或是動手打人家 你看他說不可以 他也跟你說對不起 然後接受處罰 再繼續 又來繼續 那個天性喔 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就覺得說這個男生 真的欠重 真的耶 對 那女孩子就是 她會盡量避免的 你看剛剛 剛剛我們好像是有分享到 這個女生 她其實犯錯了一兩次之後 她就知道說 OK 這個事情我在做 不能再犯 我就會遲到處罰 她就比較能克制 像我那個小的 很喜歡把衛生紙丟到馬桶裡 然後跟他講恩便 有一天馬桶怎麼突然 沖水沖不下去 想說是不是 管線還是什麼出了問題 塞帶多的衛生紙在裡頭 他突然他哥哥就說 媽媽 弟弟把尿布丟進去了 尿布 很難嗎 尿布很大耶 真的很大耶 然後我就去問他 然後他就先不講話 後來再問他 說你趕快說他爸爸就發火了 尿布要怎麼把它弄出來 到底是不是你丟了 他說是 我說是他把尿布丟進去 怎麼辦 這個不是衝動行為 他真的衝動病例 這不是衝動行為 不懂 其實這個是男生探索的部分 你跟他說衛生紙丟到馬桶裡 會塞住 他就會想說 那我丟尿布 很有實驗精神 實驗家的精神 所以我應該要 贊許他 你就會說 你是不是想知道這件事 那你現在知道 他會塞住 不用再試了 以後就不試 你兒子跟我兒子又很不一樣 我兒子是比較不會做那種很調皮 但是他有時候很衝動都是會 對 他就是 不好吧 真的 動不動就是這樣 掐一下他的屁股 這個會無傳嗎 我也不會掐 然後 可是我沒有掐我姐姐的 我就掐她的 就是這個動作 是模仿行為嗎 然後我就 他就掐姐姐的屁股 我說男生不可以掐女生的屁股 這是色狼的行為 而且他這個 他這個在前天而已 對 他們又發聲 又發聲 而且這次不是掐喔 我兒子喜歡去拍他 這樣打 打我女兒的屁股這樣 對 然後我就說 男生不可以這樣 對 然後我就 然後他回了我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 可是 天啊 天啊 很Q啊 你小心 然後那時候他回完電話 他眼神就望向我 他在叫我開口了 我說 女孩子不喜歡男孩子 他一直碰他身體 也不可以這樣 這是不禮貌的侵犯行為 對 他可能聽不懂什麼叫侵犯 對 所以他就說 他又來了 好好商量 他不然這樣好了 以後我一個禮拜 就摸兩次就好了 我說你在跟我們討價還價 不行 不是一個禮拜摸兩次 三到六歲不是姓蕾琪嗎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小朋友 他開始 他比較有清楚的 那個性別的概念 對 那所以說男孩子 比較喜歡親近媽媽嘛 然後女孩子比較喜歡親近爸爸 可是這個時候呢 他的模仿對象是誰 媽媽 對 那男孩子他開始 他就會比較 就是說三到六歲的時期 他可能是比較 自己性的去模仿爸爸的行為 因為他想要取代 像爸爸的位置 或者是說 他覺得說 爸爸跟媽媽互動了吧 是這樣 你坦白了 兒子想要取代爸爸的位置 要摸媽媽的 想要學習你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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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今天穿草莓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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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給我幫你解釋一下 拜託 所以他模仿 可能是模仿影集 模仿影集 他模仿他在學校看到其他小朋友的行為 模仿的不一定是父親的 對啦 桌周環境也是 而且這個東西 其實對我來講 我認為他不等於是一個 不恰當性 他是小孩子喜歡做的 性遊戲之一 我們把它定義成性遊戲 不過簡單一點 他就是遊戲的範圍 兩性的互動 所以不要看得這麼嚴肅 你現在就是讓他 對這事情索然無畏 我們還是用洪水法 只是用簡明桿法 洪水就是洪水猛出那洪水 就讓他把手一直放在 放他姊姊那個臀部那邊 都無所謂 要多摸幾下 他摸他覺得沒興趣 差不多就這樣子 然後再叫他去摸一個 他不喜歡摸的東西 那他就會把這兩個嫌惡的連結在一起 你說摸完屁股之後 馬上叫他去摸蟑螂 可以 如果他討論蟑螂的話 他下次就不太敢去摸女生的屁股 因為他會聯想到 摸蟑螂後面那些味道 或那種感覺黏黏的這樣子 來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就是男生肌肉比較發達 那女生語言比較發達 這我們剛剛講過了 對 所以女生呢 這個他語言很發達的時候 你可以稱讚他 但是不要拿他去跟男生去做比較 然後去羞辱那男生 同樣女生有的時候肌肉的一些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孩子 他會去上那種體能課 對 因為跟以前不一樣 然後不錯這個體能課 女生進展就比較慢一點 單剛掉比較 這個時間比較短 對 也不要去讓女生覺得這個很挫折 也要鼓勵他標準要放不一樣 邱老師 我們到底呢 哪些事情是應該要區別一下 這個性別 用不同的方式來教的 男女性別不同 所以有的時候 有一些簡單的部分 其實我們就是針對他的強項 譬如說像男孩子體能比較好 所以譬如說他們可能譬如說 你帶他去玩球類的運動的時候 你根本你都不用帶著他去 他很自然而然 他就跟同儕玩在一起 可是呢 如果說你要帶他去上什麼 比較靜態的 譬如說什麼畫畫課 作文課 什麼這種 他一想到他就一個頭兩個大的 可能他就需要可能 父母陪同 或是說在那個同儕活動裡面 可能有他認識的人 可是像女孩子的話 譬如說一剛開始的時候 你要帶他去帶這種大體能的活動 譬如說有打球然後幹嘛的 他可能他就覺得說 需要爸爸媽媽陪 他才比較有參與感 可是如果你說 我們去上美術課好不好 去上音樂課什麼好不好 小女神可能他很簡單 他就很自然而然 他就很 因為這條擅長的東西 他就很開心的投入 譬如說可能我們就可以建議說 當他們一起玩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建議說 那小女生你要不要 譬如說你先蓋個漂亮的房子 因為這是小女生 她喜歡彩度高的 而且她們動作 機器動作發展得比男生來得快 那可能小男生他就可以說 那哥哥你要不要開車來 然後停到這個很漂亮的房子裡面 他會撞那個房子吧 一起玩 那你就跟他講說 那你要不要蓋一個 黑色的車庫之類的 對 你可能就可以 就在那個玩遊戲當中 又融入了男性的特色 對 你就可以綜合他們兩個 擅長的東西 把他們兩個的活動併在一起 那他就不會覺得說 男生跟女生是玩不起來的 小女生一個狀況 她不是說寫作業或吃飯就沒有問題 小女生吃很久 吃很慢 然後吃一個東西 大概咬一口飯 大概就想那邊想很久 一直在晃腦 所以同樣一件事情 其實抱媽媽會擔心的事情也是不一樣 可是像在這個時候的時候 比如說小男生 我們就可以建議她說 你讓她多去譬如說跑兩圈 再讓她過來過來吃 或者說她寫作業寫一半的時候 我們先讓她去做個體能的活動 可是像小女生 你覺得她心中有事情 你就不如先讓她先說完 先說完之後 你再讓她去寫作業 或者是趕快把飯吃完 同樣一件事情 可能就是說男女生的教養態度 我們針對說她的個性的特質 她就是她大腦結構 可能會對她造成的影響 去給她不同的建議 所以你看我們家裡面 當然都希望說有一個好字 或是說不管只有男生 或只有女生 爸媽在教養小孩子的態度 跟觀念上面 其實我們要一直在更新 不要還是用老一套古早的方法 認為威嚴是一切 認為命令是一切 所以我們怎麼樣給予小孩 最好的環境去成長 其實觀念才是真正的關鍵 那當然今天很多重要的訊息 大家可以上我們的網站 媽媽敲筆記 是的 來依然就可以找得到囉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各位 拿發